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地上部长得越旺 地下部相对比较慢一些 花生要增产 水要怎么浇才科学 科技院马上为您揭晓 欢迎来到又正大独家冠名的科技院 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参与我们的手机互动 方法是打开微信选择发现摇一摇摇TV 参与互动会获得惊喜福利 这两年玉米受到区库存和检条政策的影响 面积日益缩减 针对实际情况 河南省扩大了花生的种植规模 从2015年开始 每年都增加两三百万亩 在集中种植的压力下 农户怎么种花生才能够保证收益呢 未实现的不少人在春花生和夏花生之间 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河南省扩大了花生 卖收前后播种的叫夏花生 早些年他们基本是平分秋色 但这两年出现了一边倒的趋势 复西镇是2016年开始中夏花生的 对这段时间的市场变化比较清楚 在他看来 这么多人选夏花生 理由很简单 春花生 原来在古代中 达一千斤还是费钱 达一千斤还是买两千块钱 你再给你一脚底足 再出城门 然后面上钱 种植成本上涨 增加了一大块开销 播种机突突突一开起来 各项花费就开始往里算钱了 机器 人工 种子 浓膜 肥料 地租 都需要钱 算下来一目的成本就要两千多元钱 就是按最好的产量算 种春花生还是亏本 问题是成本增加 对于夏花生也会有影响 那为啥它的收益会高呢 为啥会高呢 因为这个地球你还种一种没了 那春花生它不种没了 这是春夏两种花生最大的差别 夏花生的生长期只有四个多月 比春花生短三四十天 这样地里可以多种一茬小麦 或者其他作物 春花生就不行了 播种时间早 周期又长 只能种一季作物 其余的时间地就空在那儿 算下来自然是夏花生核算 另外夏花生跟小麦这么一轮重 还解决了花生不能连茬的问题 凭借着这些优势 卫士县夏花生的面积 还会继续扩大 这波春改夏的风潮 刮遍了卫士县的各个乡镇 也吹进了张国振的小院 张国振不想急着动手 夏花生虽然优点不少 但也有一个美中不足的地方 形式性 它这个花生 有点缺点都是啥的 它产量没有春花生产量高 但是它收两级 它收一级买 收一花生收两级的 它的种的收入来说 还是比春花生的收入要高 对不对 那是的 考虑考虑的 它能夏花生能提高提高 产量的能提高了一百多斤 这就可以 据说夏花生一亩地 要比春花生少挣五六百元钱 对于精打细算的农户来说 这笔收入是不会不算的 张国振希望 打听到增产的办法 来 先让咱去到老夫拿去看上去 看他到底 看他放上手机关 走到夏花生 行啊 让他看看学一学一嘞 产量照上去了 走关 在福西镇的地里 张国振注意到 除了他们 还有几个人在地里忙活着 原来对夏花生感兴趣的 不光是他 还有河南农大的叶优良教授 2017年 叶优良在卫士县走访的时候 听不少人说 夏花生产量很低 引起了他的关注 种植户普遍认为 夏花生的产量 天生就不如春花生 因为它的生长期短一个多月 光合作用的时间就短了 积累的营养物质 也就比不上春花生 叶优良认为 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 但不全面 夏花生结果的关键阶段 刚好是夏季 光照 热量 水分等资源 最丰富的时候 同样有利于营养积累 而这是春花生所没有的 到六月份 到九月份 正好是高温 高湿 这个是高温作用比较旺盛 我们管理得好的 它产量还是有可能上去的 我们以前在这做过示范 我们也是用的一些夏花生 我们可能达到八百多九百斤 听到这里 张国震来了精神 看来夏花生增产 相当有希望 不过影响产量的因素那么多 关键点会是什么呢 叶优良曾经取过当地的土样 发现未实现的土质天沙 虽然会有利于花生扎根和蓬大 可是容易漏水漏肥 他认为水肥跟不上 可能是这里产量不高的主要原因 叶优良想先看看 负习镇的夏花生 长势究竟怎么样 叶优良决定 看到测产的具体数字后 再做分析 再做分析 八 אותו一个面具 分析 自来分析 alltid乾र 真的很貴 咱们 减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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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产量相比 还是差了一百多斤 终于要说到张国正关心的部分了 傅西镇的管理上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 这种喷罐设备按道理说省水省工 还能够调节出水量 应该浇得比较均匀 可能是傅西镇的设备出了问题 喷头出水不畅 才导致一部分花生没有喝上水 这是问题的一部分 另外缺水的时间正好是果实的膨大气 这是导致减产的主要原因 他刚才说他可能知道这个关键时期这水没跟上 那这水影响很大了 如果这水跟不上 那么整个我们说水跟不上 养分也跟不上 整个的生长发育都受阻了 肥料要借助水分的溶解 才能够变成植物可以吸收的状态 果实生长旺期 如果没有足够的水分 农户施再多的肥料也发挥不出作用 不过能用上喷罐设备的农户并不多 大部分人仍然是用水管浇地 这样是不是就不会出问题了呢 也有梁想起了七月份 在周家村碰到的一件事 当时正是夏花生开始结果的时候 寒小滚的地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要是这个为什么捋了这么多 果然在他拔出的几束花生上 都有一些略色的果实 两个人分头查看 发现带绿果的植株 多数都长在地头附近 花生怎么会变绿 这要从他为什么叫落花生说起 在作物里 花生是独有的地上开花 地下结果的植物 开花受粉后 枯萎的花鳄会长出一条果针 向下生长 当果针深入土层的时候 子房开始吸收水分和养分 慢慢膨大 所以人们叫它落花生 花生必须在黑暗的土壤中 才能正常地生长 如果见光 果实就会变色 土豆也实际见光的绿了 所以应该是受到光的影响 产生这些东西 可能是你这个起笼的时候 或者说这个土层太少 没盖好 不过韩小滚的下花生 是在卖茬之间播种的 不能骑笼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 最大的可能 就是浇水的时候 把土冲掉了 使得花生暴露在阳光下 韩小滚的地就挨着水泵 所以它通常都是拉着水管 一拢一拢挨着浇 这样又快又省事 浇得还透 但是水管出水的时候特别冲 加上土质疏松 一下就把花生给冲出来了 忙起来的时候 它根本没注意到这个细节 才导致绿果的出现 如果不及时盖上土 让果实继续建光 这些绿果会停止发育 将来就没有产量了 如果这种土壤不盖住的话 它整个水肥的吸收 应该会受影响 张国正没想到 简简单单的浇水环节 会有这些问题要注意 不仅要浇匀浇透 浇对时间 而且要时刻关注 设备工作时的状况 叶优良说 浇水的问题不算严重 比较让人担忧的是施肥环节 之前走访的时候 他发现 农户对于怎么让下花生增产 普遍有一个误区 下花生产量提高 它就是多来点花费的快 你看是多上费了 能产量高 多上的花费不就中了 多上的花费不就中了 多施肥就能增产吗 事实上 有可能寄不出产量 还会增加投入 7月份 叶优良曾在朱炳银的地里 看到氮肥过量的问题 从地上看 它长得挺好的 你看地上看 它长得是挺 这那边苗挺壮的 也高 黑油油的 但是你这个花生产 整个来说 果不算多 你这个剥前死肥了没有 你死肥了吗 死了 死的啥肥料 那是啥肥料 复合肥吧 复合肥 用了多少 这三亩的一亩的一袋 蛋用多了呗 蛋用多了 蛋肥多了 会给人一种生长旺盛的假象 如果太旺 它长得可快了 长叶片 长井杆 那么井杆长得高了 花生慢慢就蜂笼了 中间蜂看不见了 蜂笼 就是指两排花生的叶片壁合 盖住了笼间的空隙 蛋肥过量 会导致风拢期过早出现 从而影响果实的生长 地上部长得越旺 地下部相对来说可能就慢一些了 所以我们花生主要是收地下部收果的 你地上部收长得再旺 这不是我们最终目的 猪饼淫着蛋肥 从一开始上肥的时候就湿多了 卫士线土质偏沙 饱肥能力差 农户都比较重视底肥的作用 所以第一次施肥 给的量会特别足 但是夏花生需要的底肥 比春花生少得多 因为前产小麦收获后 地里还会残留很多养分 一般来说 小麦上都喜欢食高氮复合肥 这个氮残留比较多 它刚冻花生的时候 不食肥应该问题不大 因为它靠前期的营养 包括种子营养 它苗能长出来一点问题没有 前期只需要三分之一 甚至到二分之一的养分 到了中后期 花生对于蛋肥的需要量 也比一般作物少得多 因为它具备一个特殊的能力 这根上每一个小疙瘩 就是一座V型蛋肥工厂 这是土壤中的根流菌 跟花生协同作用的结果 它们可以把空气中油里的蛋固定下来 供给给花生利用 每亩花生可以从这些V型工厂中 获得相当于10到17公斤要素中 所含的蛋肥量 接下来的问题是 生长中后期 要想办法让营养跟上 让果子大一些 于是叶优良提了一个建议 后期可以补点钾 钾了是长果的 因为钾了 其实钾的作用是 整个是光合作用的 产物的运输通过钾 农户在施肥上出现的问题 是多种多样 除了存在误区 还有的是因为了解太少 叶优良从海小滚中的几棵桃树上 又发现一个异常情况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树上我们看的最明显的就是缺体的症状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比较轻的 这叫中度的了 这个叶脉是绿色的 整个叶肉发黄 我们叫网纹状实例 你可以看再往这边就稍微严重一些了 这个斑点严重了就穿空 叶油粮一个劲说桃树的问题 这跟花生有什么关系呢 这是同样的土壤问题 同样的使肥的习惯 导致的同样的这种中文类色缺乏问题 你可以看到花生 这地下的基本上叶片都是黄的 表现的症状都基本相似 果然桃树边的花生地里 到处都是发黄带孔的叶子 花生缺铁 首先会造成嫩叶变黄 严重的时候叶片脱落 整株花生都会枯死 像它的症状已经是有点晚了 说明它已经 营养员的缺素已经到一个地步了 这个事物你怎么用都会减残 就是说我们可能会减低 这个减残的幅度而已 其实韩小滚很容易 就能通过桃树的症状 发现问题 但是由于对缺铁的症状不了解 从而错失了增产的机会 种植户对于铁 芯 棚 木等微量元素 普遍缺乏了解 其实它们的重要性 绝不亚于淡磷甲 甚至能直接影响最后的产量 这里边我们有一个叫养分限制率 并不是说哪个供应的多 哪个是产量高 而是哪个最缺 哪个是最影响产量的 在这个地方来说 你补贴的作用 可能比这点淡素 可能比它的作用还大 夏花生到了开花夏珍以后 种植户就要格外关注 微量元素的变化 缺少芯会影响光和产物的形成 缺少棚可能会导致花朵受惊失败 出现只开花不结果的现象 缺少铁 叶片可能会脱落 缺少木 蜘蛛生长受到抑制 这些微量元素 每一种都将影响最后的产量 它不尽管说春花生 比夏花生稍微要高一点 但是如果说 按我们的科学管理的话 这个差距应该是会缩小 甚至了夏花生 还有可能超过它的春花生 田里的收割机 已经挡不及开始收割了 张国震已经在心里 定下了明年的种植计划 他相信机会就在自己的手中 希望来年的夏花生 能好上加好 尽管农产品市场的每一次波动 都在考验着种植户的应变能力 但是只要选对方向 掌握必要的技能 收益总是会有保证的 我们也希望 卫视线的花生种植户 在这一波春改夏的变化中 能够站稳脚跟 获得好的收益 好了 如果你想获得 今天节目的相关信息 你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 联系方式获取 感谢您关注 由正大独家冠名的科技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专家给山区稻田 到底做了什么手术 让稻田里养鱼的产量 提高了三倍 用怎样的方法 一亩稻田养小龙虾 可以挣五千多元 一亩稻田里该养多少鳖 科技院下期讲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